民进党到底心里在害怕什么 一开口就痛批民进党 原本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准备好要审顶尖大学教育计划经费 但被民进党集体杯葛 散会动议 国民党把矛头指向台大校长 领选争议 为了卡管政治力的介入 民进党可以政治力无上限的 持续下去的话 我恐怕担心的是 接下来台湾的学术竞争力 恐怕要在民进党不断的介入之下 我们会失去一定的竞争力 为什么不让我们排 不让我们讨论 很简单 心里有鬼 它里面的鬼很清楚的 卡管事件 还没结束 卡管争议烧了一百多天 如今演变成教育部长潘文忠 请辞下台戏码 至今越演越烈 连教育部政务次长姚立德 蔡清华也被曝出请辞待命 部长已经辞职了 所以蔡清华市长跟姚立德市长 因为他们都是政次 制度上他们就一并提出辞呈 强调会和各部会持续厘清 但管中民案一拖就是快三个月 尤其攀文中请辞原因中 一句停止政治操作 又让整体案件剪不断 理还乱 欢迎讯问林志彭旅家 恒台北报导 来自然来自门的 感谢观看